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亚晴看世界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日本现在政坛 真的是卷起了千堆血 它近乎是一个我们说的228事件 它就是一个类政变的方式 为什么 河野太郎他去建了不同的派系 他要取代的是岸田文雄吗 而这个之外我们也要看到的 现在热闹腾腾的就是韩国在为大选做准备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职认跟在野之间 他们互相的问题非常之大 各有各的状况 包括了连当年的Christine Dior的这么一个皮包 都被拿出来讲 当然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还要告诉大家 就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 美国要使出杀手舰 我干脆来一个大选 我把你尼坦雅胡换下来 他要换的是谁 他要换的是甘资 但是有可能这样做吗 至于在国内的部分 我们要跟大家来还原 就是柯文哲跟小英会面 这里面的内幕到底在哪里 而这个事件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内幕 就是我们就要在礼拜五的时候 蒋万安的台北市议会临时会 就这样子被留掉了 留会了 这当然不是为了虐儿而已 这还有陈崇文 陈崇文动到了国民党的伤筋动骨吗 好 在今天内容当中跟大家讨论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是 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振东 左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淡大中国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耀南洪老师 亚卿好 大家好 以及辅大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思胜 何主任 亚卿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来关心在日本的这个情势 为什么这个日本的情势 现在真的太过于诡诀多变了 岸田文雄几乎是要保不住他的位子了吗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河野太郎的228 类似是一个反岸田的一个串联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到底228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我们台湾的228事件 但是在日本来讲 这也是非常的震撼 就是岸田文雄 因为民调一直往下崩 河野太郎就做了一个串联 在2月28号当天的时候 岸田文雄他去出席一个政治伦理委员会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 相关的就有关于这个金钱的问题 政治献金的问题 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政治献金的问题 我们要说的是 他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但另一方面事情发生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呢 河野太郎在2月9号的时候 在东京六本木的高级餐厅当中 见了麻省太郎 是麻省派的领袖 然后另一方面在2月28号 他在东京的一家中华料理餐厅 找了谁 找了菅义伟前首相 菅义伟被认为是跟岸田跟安倍派系 比较熟人的 还有就是被认为是比较独立的吗 小泉晋次郎 因为这两个当中受到矚目 小泉晋次郎也在民调当中 作为新首相的民调之一 而且现在是排名第二名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background 我们知道日本上次 就是因为政治献金的问题 所以他们很多派系都解散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安倍派解散 94席 包括了岸田派解散 43 包括了二阶派解散 44 那现在还没有解散的就是麻生派 茂木派 以及森田派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麻生太郎 或者是茂木敏充 或者是森山玉 那我想问一下何主任 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如果说他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类政变吗 先把相关的事例我可以结合起来 我到时候要一把推倒岸田文雄吗 事实上他就等于是一个表态了 换言之就是说在今年9月 那自民党的总裁的一个选举里面 那岸田可能会遇到对手 那这个对手大概就是河野太郎 那河野太郎事实上他也不是第一次 这个出来角逐这个党魁 那上一次事实上就是跟岸田文雄 那个捉对厮杀 那只不过在上一次这个 他败给了岸田 那原因当然也是因为他派系里面的 这个掌门人麻生啊 事实上并没有这个 力保他 那时候这麻生他所属的派系 事实上是采取那个所谓的开放 换言之就是说派伐不作出决定 那所以在那一次的一个 这个总裁选举 那岸田基本上这个 等于啊这个 虽然呼声没有那么高 可是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派系的一个支持 然后就这个当选 这个河野太郎 他这一次这个在 你刚刚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政变 他这次的政变 当然他等于是对这个岸田校正 那同时他也是在这个麻生派里面 他等于是跳出来 他对他的这种 这个派伐里面的欧鸭 那个事实上日本人叫这个 自己的派伐老大叫做欧鸭 这个表达出跟他不同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见解 那换言之就是说 他认为说现在的自民党 在处理这一个 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 太过保守 那不够这个 就是说不能够去回应民意的 这种期待跟要求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包括了河野太郎的这个动作 他跟麻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呢 如果说现在整个大派法里面 包括了岸田他们 就是相关的支持者 就是说自民党里面说 你必须要跟麻生太郎切割 否则的话我是不会支持你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事实上这个河野跟麻生的 这个关系本来就有点吊诡 那他之前在这个派法里面 他好几次他想要出来 可是都被麻生给压下去 他算是跟麻生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算是麻生派里面的人吗 也不全然 基本上这个就是说 这麻生派里面 河野家族是这个 他派系里面的另外的一个 这种大的势力 这河野洋平 了解 那所以其实上这个派系 基本上就是这麻生 跟河野洋平这两大家族的这个派系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说 这个在一个派系里面 但他不同的这种脉络 那所以现在也传出来 就是说河野是不是要考虑 就是脱离他的这个麻生派 然后自己出来 也不是说另立门户 那他可以就是说用无派罚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身份 然后去拉这个包括像你刚刚讲的 这菅义伟以及这些 这种党里面 比较进步的这些事情 像小泉禁次郎 那另外石破帽也是 那如果他有办法获得 小泉禁次郎石破帽 跟菅义伟的这样的一个共同支持 再加上原本他爸爸 河野的这些清兵的话 那事实上他的一个势力也不同小区 好但是这样讲起来 这整个非常吊诡 因为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河野太郎 他现在的民调并不好 为什么讲他掉下来 你如果早看早期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可以说呢 河野太郎 他是33%的支持率名列前茅 但是到现在 1月的时候剩下11% 前面好几个啊 就是包括石破帽第一嘛 18% 还有小泉 刚刚讲到跟他见面的小泉禁次郎 是17% 那他是第三个 而且现在还有个呼声 就是他有非常大的劲敌 就是我们讲到现在呢 日本的外相 日本的外相上川扬子 上川扬子71岁 可是非常受到支持啊 他呢跟台湾当然非常友好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当选的时候 他也表达恭贺 所以我就要问洪老师啊 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局 他河野太郎去找了菅义伟 去找了小泉禁次郎 但事实上他要去整合 民调比他高的人 有可能吗 而且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讲到的外相 上川扬子 他反而受到大家的支持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河野如果在上一次 他希望能够正常的改选 他们的改选的话 也有党员投票 对 那他现在名字掉了 所以他可能在党员投票 会比较不利 是 所以他现在在串联是 就是补选 补选只要国会投票就好了 对 所以你现在串联的这些 利用补选是有利的 那变成岸田 他如果能够拖到九页 这正常的改选 就会把党员的投票加进来 那个选举制度是不一样 所以考量场点都不一样 说我现在 我可能在民意的声望比较低 但是我可以透过这一些 反对不管是派法 或是反对岸田在处理 所谓政治现金 不利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支持这些国会议员的支持 我想这个是一个 一种选举的投票的考量 所以说大家看的是 日本是提前改选 补选 还是要到正常九月改选 你觉得应该会到九月吧 按点文学当时 希望拖到九月 他拖得了吗 拖得到九月吗 所以他四月要去美国 去国会演讲 他尽量把一些国际事件 来让他能够拖到九月 大家在观察是 会不会拖到九月 不过这个现任 还是有他的优势 因为他是首相 所以他这个叫四月访美 所以在四月访美之前 他不可能下台 所以他如果 当然回来之后 他还有一项的 这个法宝可以用 就是首相可以解散国会 所以如果他决定要 这个连任 那要直接诉诸于民意的话 那他最后就应该会用 这个壮士断丸 换言之就是说 用这个 就是说率领全党 去打赢这场选战 作为我这个连任 整个这个 自民党总裁的一种正当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解散国会会 before September 9月之前吗 他如果在9月 他想要连任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后的一张牌 那他如果提前的话 就会回到洪老师讲的 你如果提前的话 你的党员的票数 就不会有那么多 你应该是正常到9月的时候 你党员才会多 没有他就是 我说他解散国会 那解散国会的时候 他不用动到 他的一个总裁 就是自民党决局 跟国会两个是分开的 他两个分开的 所以他重新 先让这些先选完 然后你们再来选我 他如果选赢的话 在党里面 声量又不一样 对 你要叫我 交出党的领导权的话 那你们就缺乏正当性 对 因为我打赢这场选战 那就是要牺牲 就是因为自民党 现在的声望低 那你当然一定会在执政 因为反对党没有能力 反对党很差 对 现在你刚刚讲的很差 为什么大家会失望 因为在这一次 我们知道上一次 讲到的 刚刚讲这个参卷的问题 已经讲了一段时间 可是他们相关的 伦理调查委员会 要找他们去的时候 他不去 为什么讲不去 你看在这里 就是已经解散的 二阶派安倍派 都在这里这么多人 他们就是没有去 像是一些重量级的人士 没有去之外 还有安倍派里面 找他们32名 涉及贿赂资金的 安倍派议员去 32个人只有三个人去 所以卓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是表示 可以说河野觉得说 我现在有机会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们改革无望 我有机会 但问题是我又要回来讲了 为什么一个71岁的 上川养子 他会受到 这个日本自民党 觉得说 还不如他出来好了 因为他好像吸引到 蛮多年轻人的形象 但事实上 他的年纪是比较大的 他71岁了 其实年纪大 并不表示 就年轻人 没有办法接受 比如像在美国的 Bernie Sanders 年轻人很喜欢他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说 观念对不对 观念对 第一个观念 是不是很进步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这个风格 是不是能够 持球对决 是不是能够 让年轻人觉得 你说到他们心里的话 其实现在年轻人 很重视的是一种认同感 我觉得你能够 投射出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比你实际上 为他们做了什么 可能对年轻人来说 更有说服力 那当然现在讲到 上川养子 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日本现在他的国际角色 越来越重要 所以他的这个防卫大臣 他的这个外向 都变成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就很容易去吸引美光灯 那尤其他这个女性 但是确实很刚强 很坚定的角色 这种反差 其实往往会吸引 更多的人的支持 比如像德国的梅克尔 或英国的柴奇尔夫人 铁娘子Iron Lady的味道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 老师你是否同意这个论述 而且我想可以扣住 一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不久之前 3月19号的时候 日本的央行 他17年来第一次 首度的升息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负利率 他负利率就是说 负0.1% 他现在变成是 0到0.1% 那这样的一个结合 如果说真的是 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样解读 对不对 这个原因到底为什么 这个跟安倍 他这个派系之外 还有岸田文雄的保卫战 有没有关联 当然岸田文雄 他现在 把这所谓负利率给结束掉 负利率基本上是 安倍经济学里面的一个 附带的一个政策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 银行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种 这种猜款利率 负的 然后让银行 基本上不要保有 太多的一个资金 那不过就是说 岸田文雄 他上来你看 这已经坐满一任的 这个自民党总裁 他始终不敢动 这个安倍经济学 换言之 就是他之前自己讲的 所谓的那种 那种投资岸田 那个变成空话 没有人理他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他等于是说 他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他们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要实施 这么一个 把负利率给结束掉 要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鼓励民众 你把现金拿去消费 或投资 然后刺激景气 推升物价 避免积首的 这个通缩问题 我不知道现在日本 是不是就是说 他因为都是负利率 所以我钱 根本不想存在银行里 然后我买东西也很少 我不知道能不能 用通缩来形容 那但是他今天 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今天做了一个动作 suppose 就是说日元 是要开始升值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元都是贬值 过去大家都到日本玩 日元贬值 可以干嘛干嘛 他是希望日元是升值 但是这样的效果 能达到什么效果 就短期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没有立竿见影 那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说他 他放出这个政策之后 然后日元还是躺平 那不过就是说 可能政策 有一段时间会发酵 那现在就是说 他这个把利率 从零 变成零到零点一 我就讲的零点一 基本上这个看起来很小 可是它是一个讯号 就是说日本央行 基本上他也做出了一个判断 就是说日本已经这个摆脱 长期以来的一个 所谓的这种通缩 事实上日本经济 它的一个问题 它的死结就是在通缩 那通缩比通膨要更严重 我们经常讲这个 所谓的通缩是经济里面的癌症 那很难处理的 那他现在就是说 这个看到就是说 整个这个CPI 大概拉到2%以上 然后还有这一次 就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三月的这个上旬 那就是说这些大企业 跟工会这个春斗 春斗的一个结果的话 今年这个几乎所有的大企业 都回应工会的一个要求 他们把这个薪水 大概调高5到6% 那所以这些指标 就让这个日本央行直田 他有底气 他认为就是说 可能可以测试 是不是日本真的 已经是摆脱了所谓的通缩 但是他还是很谨慎 就是说他这个基本上 他还是只有跨出小小的一步 那作为一个试水文 为什么因为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日本的CPI 虽然这个还是正的 但是他的一个这种上升的幅度 他缩小了 所以就是说日本央行 基本上他不晓得 就是说现在的整个日本的物价的一个上升 到底是内需拉升的 或者是说他是输入型的一个通缩 所以他这个等于是且战且走 那不过就是说 从目前看起来的话 安倍的这个经济学 应该是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在下来当然对岸田来讲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那我过去讲了三年的 这所谓的投资岸田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令和版的所等的倍增计划 所以现在岸田文雄就出来呼吁 他说这不是只有工会的这些企业 你在加薪 因为这占不到日本的 这些寿星阶级的20% 80%基本上是不在这工会里面的 所以他希望就是说 用工会去刺激整个日本的 整体的一个薪资上涨 那这样的话去带动他个人的一个声望 然后也为他未来他要 不管是国会大选 或者是他总裁选举 去这个等于是去拉抬他的一个选情 了解 洪老师怎么看 我想日本刚好陷入一个通缩跟通膨 同时存在 就是他虽然他老百姓不想花钱 但是物价越来越高 所以他现在很尴尬 他点在这边 所以他说为什么你挑一下 试看看 因为他现在就没有办法说 我怎么同时处理通膨跟通缩 因为你说物价越来越高 对他们来讲 他因为日元贬值 贬值他买东西就买不起 输入型的通膨 那我们当然是很高兴 我们去那里我们就可以买 那老师你怎么看 卓老师他这个能够解决问题吗 他这个是蛮大的一个moment 17年来的政策 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他其实是有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第一个喜这样就是说 因为日本从2000年以后开始 就要对付这个通货紧缩 其实通货紧缩这个事情 其实就从日本开始提出来的 那他就一直是低利率 甚至在2016年以后 就是长期的就是0.1 负0.1负利率 那现在他变成政利率就表示说 要升息就表示说 他现在已经摆脱了 通货紧缩的一个压力 那这我们也看到日元的 日本这个股市 已经突破他以前这个最高点 那这些其实都反映日本经济整个好转 那但是我说一则一忧是什么 就是说这一次日本央行在决定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7比2 所以不是全部人都赞成 所以未来能不能持续上升 持续升息 还有待观察 而且你看他一升息之后 日元反而是贬值 对 为什么这是很不合逻辑 对就表示大家对于这个政策 能不能持续 其实还没有把握 那还有在观察 我们进广告回来要看看 那现在韩国的选举 有没有可能会变天 300席你过半要151席 马上回来 This is The View with Catherine Chong Today's topic is Taiwan's incoming VP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ur exclusive information Taiwan's incoming Vice President Shopi Kim Arriving in Washington D.C. Before March 13th However Taiwan's government Did not confirm this It is said that She will also visit Some major capital cities Of Europe Here are some points A.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aiwan's Vice President ElectShopi Kim Will have a low profile visit ToWashington And meet with U.S. officials About the new Taiwan government's agenda B.I talked with top officials Of the Taiwan President's office And they said It is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Shopi Kim's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private And they declined to confirm it C.Why doesShopi Kim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Shopi Kim Might talk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bout President-elect William Lai's inauguration speech On May 20th Many people wonder Including Beijing What William Lai will say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Inauguration speech First,I think William Lai will reassure President Tsai's four commitments The four commitments were brought out by President Tsai in her 2021 National Day speech This includes the commitment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not be subordinate to each oth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ust be decided Following the will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歡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我們接下來看韓國 韓國現在全部都炸鍋 都在講4月10號要來進行的 這個國會大選 可是我們知道 尹錫悦的這個國民力量黨 執政黨 他本來的席次 現在就是低於這個在野黨 也就是共同民主黨 但是現在又說 可能還會繼續的變天 其實兩黨都各自有各自的問題 我先跟大家講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的 在這當中 整個的選舉在哪裡呢 韓國的國會選舉 他可以說是影響會非常之大 現在你看的 這個執政黨 他的黨主席 並不是尹錫悦 他的黨主席 是韓東勳 韓東勳 國民力量黨 現在是113席 在野黨是共同民主黨 現在黨主席是李在明 上一次還被刺到脖子 李在明 他上屆是162 那我們看到在這裡面之外呢 其他還有一些其他的黨 像是綠色正義黨啦 改革新黨啦 新未來黨 這些都是比較少數的 那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最新的這個民調 因為這個民調 我們要看到執政黨的這個數字 因為韓國一直是朝小野的 那韓聯社在3月4號 有一個民意機構的調查 尹錫悦呢 他的好感度 真的是變低 那最新的一個部分 3月21號 尹錫悦的好評率 可以說是來到了36% 差評率56% 但是你看36% 跟這個差評率 弱差很大 但是他們說36%還不錯了 之前是更糟糕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說 那現在的狀況 真的會影響到 所謂的整個的選舉 就是說 他們在野跟這個 執政黨之間 會拉鋸得更大嗎 洪老師 因為他們總統是一任 不能連任五年 國會議員是四年寫一屆 所以他們一直穿插穿插 每20年才會碰到一次 那本身來講 韓國在總統跟國會議長 基本上都要推出政黨活動 所以他為什麼 他沒有兼黨主席 是因為法律規定 是不能兼 是不能兼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對 他一定要退出去 因為要中立 所以說總統跟國會議長 都不能兼 不能兼入黨職 所以他基本上也都沒有 好 那這次選舉 大家看起來就是說 他的遊戲規則 在2019 有稍微改變了一下 就是說原來 他也是單一席是兩票 單一選區兩票制 就是300席裡面 有253席是單一選區 他大概每19萬人選一席 再來就是47席的 政黨比例代表制 2019改了什麼制度 2019就30席的比例代表制 改成連例制 連例制就是等於說 你政黨票得到不足的時候 他補給你 這個時候 兩大黨都補不到 為什麼因為他們區域最強 都是一對一 所以幾乎他們的比例代表制都是零 都是給小黨 17席是按照比例代表制 對 所以韓國的制度下變成什麼 要有自己的衛星政黨 就是說我是共同民主黨 我的小弟就寫 祖國革新黨 就是說我要有一個政黨 來搶我的政黨 對 代表基本上他也是兩大陣營在競爭而已 只是這些小黨 那這次選舉當中 大家最觀望的是寫 曹國 曹國最特殊 為什麼 曹國原來是文在寅 他原大學的法學教授 核心黨 對 他是文在寅的首席秘書 然後當時文在寅要推他做什麼 做法務部部長 他法務部長幹了三十幾天就下台 為什麼 在野黨攻擊他 就是說他原來是以批評錢貴 或是這種 就是利用這種錢貴 就是在他批評這個東西 但是他老婆跟小孩子 也利用他個人特殊關係 取得獎學金跟入學 所以一直被攻擊 所以他那時候法務部長就下來 那下來之後他一直在打官司 最近就是主政黨之後 想要獲取民眾之類的 他已經被欺負過頭了 了解 來獲得支持度 那他本身是 他就是為什麼會跟李在寅 會變成一個結盟的關係 因為李在寅他提名的時候 他把一些文在寅的人都排除在外 那這些人就會變成 加入朝國的這個祖國革新黨 那朝國是有想要 文在寅支持他們 下一次想要選總統的人選 那當然是執政黨這一部分 當然是現在 整個民意的支持度差不多 是不會跟總統關係不會太大 但這兩次都是差不多 那現在的韓東軒 他也不是黨代表 他是緊急對策委員會 因為黨主席剛下來 他時候他是屬於一個 說負責做選舉 那國民力量黨應該是要看的 就是未來安哲秀的關係 因為安哲秀原來就是跟 隐席業結盟 他已經加入了國民力量黨 你講的是執政黨 現在的執政黨 國民力量黨 也是未來可能會接班 那個所謂隐席業的接班人 安哲秀 安哲秀他之前形象不錯 但是他後來沒有選上 他大概很多人都認為 他跟台灣的柯文哲比較類似 大概類似跟柯文哲比較類似 他一下子跟共同民主黨合作 然後這一次跟隐席業合作 然後就把政黨併到了國民力量進去 所以這有點複雜 所以大家這場選舉的觀察當中 除了國會旗次以外 大家在看這場選舉 誰可以來參選 2027的總統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點 我們剛剛就講到 其實再怎麼樣都是這兩大黨 所以我說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執政黨是國民力量黨 也就是現在隐席業的這麼一個黨 他現在並不是多數 比較多數的現在看到的是 在野黨的共同民主黨 共同民主黨裡面有誰呢 就是李在明 還有就是文在寅 之前的文在寅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他我現在先來講到 現在這個在野黨的 共同民主黨的問題在哪裡 剛剛除了洪老師講到 他有一個側翼 就是朝國之外 另外一個想要知道的 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 最大的問題是 看起來呼聲很高 可是他自己有內部的分裂 也就是說 他們提名的人選當中 就是我要提的是 文在寅派的呢 還是李在明派的 現在他們在提名的過程當中 好像李在明派的是主導 因為他現在是黨主席 所以就引起了不滿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既然因為其實在 共同民主黨來講 他主要的一個 最強的地方是在 所謂首都圈 對 那首都圈裡頭 他們很多他們的核心地區 都提名的是李在明的人馬 那把文在寅的人馬 都擠出去 比如像那時候 當任文在寅的 當總統的時候的 總統秘書室的主任 市長 叫做任中者 任中者 對 他就沒有被提名 對 他事實上一直在東區 結果居然沒有 在東區沒有提名他 所以很多人就想 就脫黨 像這裡頭 剛剛看到那看板上 那個李洛淵 李洛淵原來是國務總理 他也是 這個共同民主黨 他們出身的 他也是跟共同民主黨 比較友好 分析出來的 他是這一次才創黨的 對 所以他帶領了很多人出來 那因此 這個是對於共同民主黨 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他怎麼樣去擺平 因為很多共同民主黨的人認為說 李在明只關心他自己的官司 因為他很多官司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 這些政治資源 都投入去保護他自己 一邊以色列在丟炸彈 一邊美國要空投食物 對 教授們 我給你以色列武器 我給你 我給你這個加薩走廊食物 這個是因為美國裡面 就是說支持以色列 跟反對以色列的 大概民調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但對於人道 也是高達50%幾 他的脖子還好嗎 上次被刺掉 他可能最關心的不是他的脖子 是他的官司 他的官司 他的官司也會不會影響到 他下面的黨裡面的一些的參選人 最主要是影響他自己 未來如果他希望成為一個總統候選人的話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國民力量黨通告的兩個負面的因素 是什麼呢 一個就是叫做李中謝 是現在韓國駐澳洲的大使 他原來是擔任國防部長 然後呢 因為國防部在他擔任部長的時候 有一個上兵死掉了 所以現在要調查這個案子 就叫他提早回來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大家都會 就整個媒體都會炒作 圍繞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現在那個 就是影響月 你會講話太太的問題嗎 影響月 那有一點八卦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秘書室的 他的首席秘書 叫做黃向武 那黃向武 他最近就批評了這個媒體 說媒體凌遲他了 那這個當然就引起大家嘩然 所以說這兩個事情 就變成是黑天鵝 突然 就本來大家認為說 這個國民立揚黨 這次可以翻盤 但現在看起來 大概還是共同民主黨 會領先 也就是說 朝小野大還是會繼續 但是共同民主黨 不見得能夠拿到過半數 就是領先可能會領先 但不見得拿到過半數 其實我們剛剛講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點八卦 但是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一直影響到 影響月的這個部分 他太太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太太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在當時 當時大家有印象 其實他第一夫人 就是金建熙 2022年的時候 他收受一個牧師 叫崔再音 給他一個Dior Dior的這個包包 大概是台幣 是7萬塊的台幣 那拿了這個包包以後 這裡面當時是非常的誇張 為什麼講非常誇張 原來在這裡有一個 韓國的媒體 叫JTTBC 他就是給他錢 我來買 這個包包我來買 然後跟這個牧師講說 你幫我拿去 給這個金建熙 就是等於說 我媒體要做這個新聞 我買了這個包包 然後你去送給他 就要送給他以後 真的就被偷拍了 偷拍來上面這個照片 就是拍到了 你收了我的包 你收了我的包 然後到這裡呢 就是當然就是這樣一個部分 那引起了就是 國民力量黨 自己可以說呢 整個黨內的議員 整個都炸鍋嘛 執政黨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像是誰 你看 他說像是誰 就像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被送上斷頭台的 皇后瑪麗安東尼 我講到皇后瑪麗安東尼 很可怕 因為他其實 他是奧地利的人 他就嫁給了法國的國王 誰知道 他就很愛吃這個 阿卡龍 吃甜點 結果大家就說 你太奢華了 所以後來法國大革命 你知道 他跟他的女兒 跟他的兒子 他兒子還被凌遲致死 他的女兒還在獄中 非常慘 所以我不知道 講那段歷史 我說你這樣講 那個瑪麗安東尼 是被斬首的 斬首以後變成 Bloody Mary 你這樣講 真的有點恐怖 我想老師要不要補充 何老師 事實上這個醜聞 已經爆出來 有一段時間 2022到現在 當然第一夫人 事實上 在過去隱形的選舉的時候 也幫他 惹了不少的風波 事實上他在 擔任總統之後 韓國政界也傳聞 就是說 你要走夫人的 這條路線 走這條路線 所以就是說 他過去就是有很多的傳言 就是說 他可以幫你安排事情 但是你要送禮物 比方說送高價的化妝品 或什麼這些東西 所以他這一次 等於是有一點被設局 就是說 事實上那個 那個牧師 事實上是跟他們家 事實上 兩家是有很好的 這樣的一個交情 那還設局他 但是這個牧師基本上 在政治的立場上 是跟隱形岳的政黨 是南原北側 所以就是說 也有人認為說 他是帶有這種政治目的 然後跟這一家 等於是網路的媒體 去合作 然後去偷拍 不過這個事情 當然也讓 當時隱形岳 他剛剛任命了 韓東勳擔任 他國民力量黨的黨魁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事實上 韓東勳就立馬 就跟隱形岳就對著幹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 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情也確實 就是說去影響到 整個他執政黨的 一個內部的團結 了解 那我們看到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當然就是 在牽涉到 當然現在是韓國在選舉 那北韓也是湊熱鬧 你知道大家當時解讀說 因為布林肯 不是去到南韓參加 民主高峰會 所以有人就說 布林肯一來 你就射了飛彈 但現在這樣跳出來看 感覺起來也是跟 這次的韓國大選 也有點關聯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說 是在3月17號的時候 到南韓 然後禮拜一 在首爾舉行之後 結果我們就看到了 北韓就發射了 數枚的 所謂的短程飛彈 但是這個短程飛彈 我就在想了 它的意義是在哪裡 就表示說我還活著 因為照理來講 你應該射遠一點 比如說射個關島殺手 射到關島去 大家現在射個短程飛彈 當然就是在日本海 也就是在韓國旁邊 韓國東部的海域 老師怎麼看這個部分 第一個 他這個時點 大家認為說 剛好是布林肯訪問 不過他也是選在 俄羅斯總統大選 跟中國大陸兩會結束之後 所以他避免去干擾這兩個 他的這個老大哥 他們的一個政治議程 所以他的目的是為了布林肯 還是為了南韓的選舉 就是說他到時間了 到時間 對對對 就是刷存在感的話 他要選擇一個好的時間 真的是說 那也花點錢 第二個就是說 他這個飛彈 其實是有一種說法是 原來有個說法是KN24 後來人家說是KN25 那這個飛彈是 他援助給俄羅斯的 對 他等於就是說 你看 你要說我是援助俄羅斯 來制裁我 我現在就拿這個飛彈 來打給你看 原來如此 但是我覺得 國際當中的情勢 也非常的詭訣多變 我廣告之後回來就要來講 以他之間的問題 現在布林肯已經第六度 第六度到以色列去了 但問題是 現在美國每次都搞這一套 他就說 你重新選舉吧 把泥潭雅虎給換掉吧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我們看到呢 尾巴之間的這麼一個爭議的問題 現在這個戰役怎麼打 我剛剛就講說 乾脆重新選舉 把泥潭雅虎給換下來 換誰呢 畫面當中看到的就是甘孜 但是呢 為什麼現在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困難 去換的這個地步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在這裡呢 這整個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地圖 來導播你可以拍一下 我想看一下這整個以色列的地圖 我們跟大家講這整個事件的發展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在北部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現在在講說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做 重新選舉 另外一個請你把鏡頭帶到這邊 這個是加薩走廊 南部的拉法市 拉法市就在跟埃及的邊界 現在以色列要進行一個拉法市的計劃 拉法市的計劃就是說 我要攻擊這個地方 我要攻擊 我想請問你怎麼攻擊 那裡有150萬的難民 很多人都在吃樹皮了 好那我先講說 能不能夠釜底抽薪喔 這個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在3月14號 美國參議院鬥書長的領袖 就是舒默 他就說以色列應該重新舉行大選 而且說你尼潭雅胡是和平的絆腳石 接下來第二天 尼潭雅胡就說 我已經批准了拉法計劃 我要進攻拉法市 反批舒默說 你這樣一個做啊 來更換民主盟國的民選領袖 這是不適合的 那拜登怎麼講 拜登呢 後來呢 他就跟這個尼潭雅胡有通電話 他就先警告尼潭雅胡說 你對這個加薩南部城市啊 這個拉法 你發動地面進攻 這是一個錯誤啊 不能這樣做啊 那兩個人通了電話以後呢 尼潭雅胡還是堅決要做 我們決定要殲滅這些在拉法的軍隊 我出了地面進攻 我別無他法 但他說我為了對拜登表示尊重 我要聽取 美方保護平民的相關建議 所以這整個就是無解嘛 但是我現在從這個來扣住 他們說要換的這個是甘茲啊 甘茲的資料在這個地方 甘茲啊為什麼他可以能夠被認為說可以取代 如果說有最新的民調來看到的話 甘茲的民族團結黨 他可以拿到75席 尼潭雅胡的利庫德黨才拿到45席耶 所以老師覺得有可能嗎 佐老師 目前馬上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為什麼 主要是甘茲個人的意願 他個人不願意嗎 對 因為有法國媒體就報道 就用了一個題目說他是一個 Hesitant Rival 就是他是一個很猶豫的一個對手 為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從他去美國這件事情來看 因為你看 為什麼是選Chuck Schumer 就是蘇默來發表這個聲明 因為蘇默是猶太人 他是美國猶太裔最高階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是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所以說他來發言 然後再加上賀錦麗去接見甘茲 那這個訊號已經非常清楚了 對 雖然拜登不敢正面接球了 但他其實就是要撤風向 那為什麼甘茲是很猶豫的 雖然他去訪問美國的時候 沒有得到這個納坦雅胡的同意 可是他在美國的時候 基本上他是非常沉默的 非常沉默 對 就是當外界的這個 當這個美國的官員 在問他一些事情的看法的時候 他所提出的看法 跟他在面對媒體所講的 是一模一樣的 他完全 不敢多說 對 所以他就留下了一句話 他就說 如果今天他是以色列的總理 他所做的決定 會跟納坦雅胡是一樣的 那他為什麼要到美國去訪問呢 我這裡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在3月初的時候 3月5號的時候 他就去訪問了 他去訪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見了賀錦麗 那見了賀錦麗 美國的國務院也是有證實 然後尼坦雅胡就說 甘茲的說話 不代表以色列政府 而且對於美國政府的做法 是感到惱怒的 那為什麼那時候甘茲要去 是美國邀請他還是 美國邀請他 美國當然就是希望能夠 給那個納坦雅胡一個訊號 美國希望他知難而退 但是我認為現在 為什麼他會保留呢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說 他的個性 因為他是軍人 他當過這個國防軍的 參謀總長 所以軍人就是聽命令的 對 所以我認為這跟他的軍人 倫理是有背的 那他既然答應在這個 戰時內閣 他當然不會違背這個 戰時內閣的一個 基本的方針 而且他們這個 聯合內閣是真的 就是說他的決定 一定是大家討論過出來的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美國要甘茲去實行 執行這個 所謂兩國方案 那這個在以色列是不受歡迎的 所以他如果沒有足夠 厚實的這種民意基礎 他沒有辦法接下這個位置 那所以我認為他可能是在觀望 就是說看內坦雅胡他自己的想法 如果他自己退 他順勢接上來 他也不會有太大的反彈力量 他才有可能去推動 所謂的兩國方案 或者在這個過程裡頭 他也可以要美國對於兩國方案 做一些讓步跟彈性 因為現在拜登面臨到 所謂的non-commitment non-commit的這個投票 就是很多民主黨的選民 在這些搖擺之後不投他了 那未來會不會真的就不投他 所以他們現在也要趕快在這個 中東要提出這個和平方案 要能夠落實和平方案 但在這個壓力底下 以色列怎麼樣去抗拒美國的壓力 那甘茲很顯然知道說 如果他跟這個內坦雅胡是對著幹 他們是對抗的 其實結果他上台以後 他沒有辦法抵抗美國的壓力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刻真的是 已經到了必須要趕快解決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 尼潭雅胡他現在就是要去打這個拉法 就第一個打拉法 我們剛剛看到拉法 就是那裡有這麼多的難民 第二個我們看到現在 我們影片上也會有這個畫面 你知道現在 在加薩走廊裡面的難民 他們沒有東西吃了 他們沒有東西吃之外 他在這裡幹嘛 他在這裡就是說 挖那個地啊 找水喝 除此之外就是有點像 我們以前想到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不是大家吃樹皮嘛 吃樹根嘛 他們現在也是啊 他把一些廢棄的 或者腐爛的這個飼料 全部找出來吃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肚子餓 那所以你現在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人道危機 那人道危機 Humanitarian Crisis之外 還有一個危機是 那你和平要怎麼做 所以我剛一開始就講說 布林肯已經第六度到中東去了 他這次到中東去呢 他提出了方案 提出了方案呢 因為過去的方案都被美國否決 因為他說你只是要停戰 你沒有要放人質 他這次提出的方案 就第一個 你要向這個 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 第二個 支持建立未來巴勒斯坦國 這個就有點兩國論的問道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 實現永久停火提供人道援助 這個很重要 第四個釋放人質 可是這個講出來之後呢 現在最新的進度 我們看這裡 最新的進度呢 就是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 他們首領率的高階代表團 3月19號到卡達 來參加哈馬斯的會談 結果在這裡面呢 以色列就說 我跟你講停火六個禮拜 你交換不用給我100個啦 你給我40個人質 可是現在也沒有談成啊 洪老師怎麼看 這個是很吊詭的 就是一邊 以色列在丟炸彈 一邊美國要空投食物 對 他說很 我給你以色列武器 我給你 我給你這個加薩走廊食物 這個是因為美國裡面 就是說支持以色列 跟反對以色列的 大概民調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但對於人道之眼是高達百分之五十幾 反對人才很低 對 所以這是拜登的一個窘境 所以他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空投 因為他沒有港口可以靠岸 是 他也沒有港口可以把食物靠進來 對 那加上 泥坦亞胡基本上跟所謂的美國的民主黨 基本上長期是不對盤的 那長期是不對盤 從歐巴馬時代就是這樣不對盤 那現在以色列是極右 就泥坦亞是極右的組織 那加上巴勒斯坦基本上 這個政府的體制太弱了 所以這整個呈現一個很不對稱的 一種現象 我想這個談判的進度 在埃及就是以色列後來沒參加 那中國現在也派大使去卡達 去跟哈馬斯的主席見面 跟哈馬斯講說未來的兩國論 一定是有哈馬斯的角色 那當然是這樣講 哈馬斯有底氣 可是哈馬斯可能覺得說你的兩國論 是巴勒斯坦是約旦河西岸那裡 跟我加薩走廊這裡無關 對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角色 那我想這個東西就是說 沒有人沒有辦法去耶穌尼坦亞胡 對於加薩這樣子的一個清洗 我想現在是大家很頭痛的地方在這裡 那你在多了救援 那你一邊還在屠殺 你看北部 北部本來說清差不多了 現在又發生北部又收又有 那這個你很難一次清除完畢 其實我們在這裡也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說現在到底誰要當leader吧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甘孜是比較 比較遲疑 他不想去說自己去爭取 那現在變成了尼坦亞胡要不要讓 我現在看起來尼坦亞胡 並沒有讓的這個趨勢 為什麼兩個 第一個 3月17號的時候 尼坦亞胡他臨時宣佈 跟哈馬斯談判 但是這裡面排除甘孜喔 我去談你不用去 只剩下自己跟加蘭特 加蘭特是國防部長 跟他一起去談這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 美國全球的情報中心有這麼一個分析 他的分析是什麼 他的分析就是講說 不是這麼簡單 第一個 以色列的國內民眾明顯不支持 尼坦亞胡 可是你很難把它換下來 你現在感覺甘孜可以上去 也得到美國支持 但是甘孜又不願意 第三個哈馬斯很難消滅 然後再來大家就講說 接下來就是說有一些方法 要不然就是說你自己要辭 尼坦亞胡有可能自己辭嗎 我看起來有點難 何老師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局 當然美國是想要讓這場戰爭 盡快結束 所以他請布林肯 在阿拉伯國家之間去穿梭 而且他認為說 這穿梭的一個結果到最後 基本上哈馬斯他一定 也是要做上談判座 然後來接受這個方案 不過現在就是說 數譽進而封不止 問題也不是出在哈馬斯 問題是出在以色列 問題出在以色列 為什麼 現在以色列基本上 納坦亞胡他根本不想結束這樣的戰爭 可是哈馬斯你不放人質 也是有問題 背後還有伊朗老大哥 而且他講說我一定要把哈馬斯 全部都殲滅為止 那問題是這個哈馬斯 他的存在 事實上是跟很多 這個平民是在一起的 像他有時候他會在醫院 對不對 所以他之前這個 就像西法醫院 那個是加薩走廊最大的醫院 那當然這裡面他攻擊那裡 那當然這也涉及到 所謂的人道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就是說 這問題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要用談判解決 這當然這個是一個方法 問題是 你怎麼樣找出一個 他們兩邊都能夠接受的 一個和平方案 還有一個就是說 加薩走廊 對這場戰爭結束之後 加薩走廊如何恢復 巴勒斯坦人的這樣的一種治理 到底是哈馬斯進來 或者是法塔 或者是 這以色列他乾脆 他就這個越主帶跑 那我覺得就是說這裡面 這個你要去推這和平方案 我認為這美國 他心有餘而力不足 對這是一個 但是我自己在看 我一直在想說 在這個相關的 以巴也好以哈也好 我們是在那個 比較中立的立場 但是 我看到了一些訊息 我的感覺是 尼坦雅胡真的殺紅了眼 你知道那些難民 都沒東西吃了 國際上都在喊 要怎麼樣說 他拼命打 因為他覺得 我此時不 不把那些分子殲滅 更待何時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以色列後來 還要來修正 還有一點 這是一個案外案 這個案外案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講的 你知道當時 六日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佔領了一些地方 包括了約旦河西岸 包括了戈蘭高地 那戈蘭高地 這個地方 剛好就在以色列東邊 跟這個 你可以看到的 這個敘利亞這邊 有個戈蘭高地 然後現在呢 中國說話了 中國駐聯合國的副代表 耿爽說話了 他說你以色列 像敘國裡面 被佔領的戈蘭高地 跟藍線發動空襲 你就侵犯了敘利亞主權 所以他要以色列歸還敘利亞的領土 然後 尼坦雅胡就講說 這永遠是我們以色列的 總老師怎麼看 這又是另外一個案子 又把敘利亞拉進來 對 因為其實敘利亞跟以色列 這個長期以來也是 關係非常緊張 因為敘利亞也是 這個所謂什葉派的 伊朗的這一個好兄弟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提到戈蘭高地 我倒覺得這個是蠻意外的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重新又 又講了 對 因為這個其實就有一點會讓更多的國家 捲入在這個區域衝突裡頭 沒錯沒錯 那當然其實敘利亞 現在有一點要重新回到這個區域舞台裡頭 因為它內戰了這麼久 現在好不容易看起來 慢慢要走出來 對 但整體來講 現在中國大陸在國際上 等於就是站在巴勒斯坦這一邊 所以它跟哈馬斯關係 也第一次他就公開表示說 哈馬斯是所謂巴勒斯坦民族的重要的組成 那這個其實是過去沒有 他沒有這樣講過的 那他現在這樣講的意思是什麼 未來巴勒斯坦建國裡頭一定有哈馬斯的角色 那這個其實就也是表示說 它跟以色列是完全是 立場是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的發展都會有更進一步 可能瞬息萬變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難民的問題真的要重視 廣告之後回來我們來看到更多的內幕 大家想知道的就是 殷科會這整個裡面 民眾黨的反彈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看當事人怎麼說 我們馬上回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我們來看到在這個小時當中 我們就來看很多事件的發生必有其原因 但是真正的內幕是什麼 當事人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現場請到民進黨立委林楚音 亞晴姐好 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立委洪生翰 亞晴姐好 大家好 還有民眾黨立委也就是陳昭姿 昭姿姐 主席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台式大的東亞系教授 范世平范老師 亞晴姐好 大家好 我首先來講 我先講這個事情 因為柯文哲在 我們先不講當時軍業事件之後 軍業事件之後他一直在 一直在沒有回過神 包括選完也沒有回過神 但是我最好奇的是 就是殷科會 殷科會這裡面 他之後就馬上寫了一個 類似是有一點像是 應該講告白書也好 自清書也好 就是說民進黨就雙標 造成什麼影響什麼什麼的 好像就是要對黨內交代 所以我今天現場先問 昭姿姐 就是這個事件當中 因為當時發生的時候 見面以後 所以引發了一些陣陣聯誼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當時是什麼時候 柯文哲跟你們討論 問你們說他可不可以去這個 柯P未必說要跟我們整體來做討論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就是說 蔡總統主動邀約 今天他去了有引起很多的 大家在做文章 可是如果他拒絕了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大家會做更大的文章 所以我想第一個 那個蔡總統邀約他就是 不可能有大家覺得不妥或不反對 我要強調是所謂的 有一篇文章在談說 好像我們黨內有意見 其實那個意見是發生在地點 就是說我們主張是說在總統府 而不是在關地 所以可見可能當時邀約的時候 可能是有建議關地 那可以請問您就是說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 有跟你們八個立委見面 還是跟誰見面嗎 來詢問說可不可以去 因為黃國昌有講話 那其他的人是誰呢 因為他是3月14號的時候見的 這件事他並不需要在黨團的會議 做公開的討論 但是是有徵詢過 我們了解有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蔡總統邀約我覺得 我們大家都覺得參加沒有不可以 那有徵詢你嗎 有問你的意見嗎 那不會他不需要徵詢我們 這個立委的意見 那他徵詢的是黃國昌跟黃珊珊嗎 我認為他身邊總是有一些幕僚 會給他一些意見想法 譬如說我知道重點是放在 在總統府有點像在一個辦公的場合 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這個重點好像是有的 那為什麼好像這個事情當中 黃珊珊跟黃國昌的立場 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我們其實我們黨很多事情 在公開討論 不過這件事倒不需要在公開 在黨團的會議中討論 所以沒有在黨團會議中討論 沒有沒有 就我們很多次其實 像我也會有表達一些意見 有人會表達意見 那當然有人就是沒有意見 但是最後當然要做一個 共識或是決定 那您針對這個事情的表達意見 你的說法是什麼 然後用什麼方式講 你不是在黨團裡面 你用什麼方式去表達你的意見 我覺得其實這次見面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因為蔡總統她已經要卸任了 剩這麼短的時間 老實說我自己個人我也蠻驚訝 她會做出這個要約之具 可是我又想想說她要卸任 像卸任之前我覺得 就是把這些黨的朋友 其實過去大家也曾經有好的一些關係 不管後來發生哪些事情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如果我做這樣的事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 叫善聊 就是說是一個 因為她畢竟要先從這個位置下來 那把過去的大家一些朋友 不管大家怎麼樣的關係 可以大家叫過來然後討論一些事 那我知道其實他們討論的重點都是一些 我們以民眾黨來說 是民眾黨的一項的一些主張跟想法 但是他們好像很容易找到有一些共識點 你是說柯跟英嗎 對對對對 那為什麼黃國昌說大家都反對 他說大家都反對 那個大家是誰 就我知道他是反對那個官邸 大家都反對那個大家 老實說我不知道他談的那個重點是什麼 但是我比較確定的是 是那個會 我剛剛已經有提到了 是會面點的有意見 會面地點有意見 因為會面地點可能對某些人來說 它會有不同的意義 因為官邸是一個比較 他的居家的地方 對其實這個事情 我們知道這個發生之後 我個人也覺得見面是很好 但是大家看到了就是朱立倫 沒有反應這是一件事情 還沒有反應還沒有求好是一件事情 可是後來呢 因為黃國昌他的說法有點反覆 一開始本來很生氣 大家都反對 然後什麼官邸什麼的 到後來又說見面也可以 他自己有轉變 然後甚至又講出來說 這個是什麼 就是故意連柯致賴 跟柯文哲見面致賴 我就覺得無貞就講說 其實賴清德事前就知道 你覺得這個事情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分兩個步驟 當然這是民眾黨的事情 對 尤其他們內部有沒有討論 這個有沒有旗艦 這個我可能沒有辦法評論 因為陳委員剛剛已經講了 對 但是可以發現是 因為有這樣的新聞出來 而且因為有類似說 有爭吵有爭執 所以大家先會討論 所以這一波事情 我們就延續到 你看這一個禮拜 都有機會被討論到 所以對柯主席來說 他應該會覺得開心 因為我們之前都講過 聲量嗎 對 就是從北高 這個所謂一日北高 沒有跌倒 大家都不想看了 那跟蔡英文見面這件事情 一開始如果說 很peace就這樣過去的時候 大概就是一日新聞 但是因為黨內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然後黃國昌委員又講出 一下子是說 這個不同意 但是現在又說 基本上他可能認為這是個陰謀論 但是我自己覺得啦 第二個層面是 第一個層面是我認為 就聲量來說 這件事情操作成功了 這個是一直以來 就是要有矛盾 要有衝突 然後就會有聲量 有聲量之後就會有討論 這會增加了柯文哲的曝光度 不然對柯文哲來講 他就是每個禮拜 他都要想盡辦法 每個禮拜二五 然後要跟記者不期而遇 或者是要獲得被訪問的機會 那他現在又獲得了被訪問的機會 被你講的好可憐 被你講的好可憐 應該不是 我們民眾黨本身現在就是關注的焦點 我們八個委員都戰戰兢兢的 我們都被放大在檢視 你知道你才講到這個東西多有趣 我就必須這樣講 因為我們知道最新的一個民調 進周刊的民調 周刊的民調裡面就是說 民眾黨的支持度是排在第三個 我沒有說特別要怎樣 但是所謂的反感度是第一名 但是這裡不滿意度是46.7% 然後你們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編去發文 就發了一個文 然後就說八席 我們只有八席是CP值最高的 然後他又說 意思就是說我們八席 跟你們這個五十幾席 五十五十幾席的 可能就是國民黨或民進黨來講 幾乎要拉平 我在想幾乎要拉平 人家次數是多少 你看在這裡 你看36 你是34 不過雅欣主持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我們能夠跟兩大黨五十幾個人 這個相提並論 其實也是不簡單的 因為我們的聲量 不可能超過他們 我同意你的說法 我們質詢的次數 但是你知道你數學一定很棒 你念醫科數學很棒 理科 你可以說因為我只有八個人 所以我的這樣數字 跟你們五十個這樣 我聲量差不多 支持度差不多 所以我很厲害 我覺得這是一個 image 意思不是說你八個或十個 或二十或四十對不對 老實說我觀看 我老實說我 他還超過我們的這個正常的 政黨得票率 我覺得這不是分蛋糕 這不是一個蛋糕大家分的概念 當然他不是一個選項 就是說不是說你選一邊 你只能選一個 可是他等於說他對我們的好感 其實每個支持者 他在接到民調的時候都會 傾向去說你過去的支持的 那個政黨的 這是個做法 但是我們政黨得票率應該是二十幾個% 那我們被肯定的還有三十幾個% 你這樣講我接受啊 但是你不能講說CP值 然後又算到八個 然後所以4X貓就把你除一下 你的反感度如果46% 除以8是多少 所以平均起來2300萬人 你大概有100多萬人 是討厭你的 我沒有統計學是很靠近的 其實我覺得40 36 其實還蠻靠近的 那如果這樣算的話 那下一次選舉 假設給民眾黨三席 那不是CP值更高 因為分母更小 所以那個誰開玩笑說 是黃傑嗎 開玩笑說全部辭掉剩一個 那就招之你留在那裡 一個CP值最高 那分母不是最小 一個人拿三十幾% 我當然不是用這樣的數學來處理 當然不是 但是我過去印象中 因為現在沒有所謂的小黨 很小的黨 那過去我覺得 他們的這個 rating 在這個民調上 好像也沒有像我們 有這樣的表現 我們8席有到 你覺得你是小黨 你們應該也不算 第三勢力 沒有啊 都是7比1 什麼席次都是7比1 就在各個委員會 都是這樣 他們是50幾席 我們是8席 差距還是很大 那媒體都給我們很多 很多都是負面的 因為他就把你擴大 因為藍跟綠都會 都會把我們當攻擊對象 大家都覺得這個黃國昌 已經不甩柯文哲了 柯文哲已經很可憐 要跑去賣聊了 對不對 有這樣嗎 很可憐 賣聊是我們確實有自己的黨員 他們要競選 但那個人他私底下 林一禮啊 他說林一禮說 我其實根本不想選 我就是要來拼個2026的什麼議員而已啊 好的我們不講賣聊 你要評論那個讓你講完 應該是說我覺得還是要看 因為剛剛那個民調 基本上它是滿意度民調 它並不是支持度民調 滿意度 滿意度的標的跟支持度 還是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支持度 當然就會比較反應到 你整體的政黨的支持度的狀況 當然滿意度 我自己覺得 其實從1月13號選後 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還在起跑線 附近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要比較長一點的 時間的觀察 但確實我們也看到 他是對立委的喔 對 不是對黨的 是立委的 我覺得我確實看到是說 我覺得藍綠基本上 大概在它的基本盤裡面 大概現在都還在自己彼此的 基本盤裡面 那我覺得民眾黨其實 現在大家就有一種心態啦 民眾黨一直需要去證明說 我很重要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一直很擔心 被說你不重要了 或者是啊你真的是 沒用的幾席 我說這不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一直很怕外界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因為在心理狀態上 很怕外界這樣認知 所以才會在這種文宣上面 以CP值來再做自我宣傳 我覺得這反應的事情 這個很奇怪 當然是民眾黨現在心裡面 比較憂慮的那個情境 跟比較憂慮的心理狀態 我是這樣看這個事情 范老師怎麼看 因為我其實在這裡 大家在看 因為過去這幾天當中 柯文哲也說了他的敗選的檢討 講了一些理由 沒有傳統媒體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 大家都在講說 他說呢 這個世界上 因為醫生嘛不會騙病人嘛 所以怎樣 但社會上就是比較險惡或什麼的 講了一副好像就是說 因為他是醫生 所以他輸掉了大選 但我腦子裡就想 那賴清德也是醫生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感覺就是說 我這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然後我不會包裝自己 是這樣嗎 我不像一般的政客那麼的狡詐 所以說我就因此輸了這場選舉嘛 這要證明我 他很喜歡拿醫生來說嘛 因為台灣人對醫生本來就很尊敬嘛 而且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嘛 他又是台大醫科嘛 他就用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賣久了 也就煩了啦 大概也是聽太多 聽了八年耶 對不對 那我會覺得從剛剛那個 近新聞的民調看出來就是說 三個政黨裡面 當然不滿意都高於滿意 但是哪一黨的不滿意 高於滿意最多是民眾黨 差了12.5% 沒錯 民進黨只有1.6% 國民黨是9.1% 好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所有的滿意度來講 民眾黨是最低的 民進黨是最高的 不滿意度 民眾黨是最高的 好那民進黨是最低的 表示說 民眾黨這個黨它的 喜好度是 蠻對立的 蠻懸殊的 喜歡的人非常喜歡 討厭的人也非常討厭 那我就剛剛 可能就說這個黨 它的特色 它本來就是以年輕 20到40歲為主嘛 那40歲以上的人 可能就對民眾黨 就沒有那麼喜歡 就那麼欣賞 那當然 票也看得出來很明顯 就20歲到40歲 所以這是他未來的一個 一個罩門 因為你40歲的人 年紀在增加 他可能就覺得 民眾黨的想法 他覺得可能不夠成熟 他可能就跑到 其他政黨去 所以我覺得 未來這個藝人政黨 在台灣 我們知道最有名的 就是宋楚瑜 因為宋楚瑜到後來 親民黨也完了 被民眾黨病了 所以未來大家要看的是 這種藝人政黨 如果沒有柯文哲 民眾黨到底是什麼 這個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 但是因為兩位 剛好都在現場 就讓你們說一下 真的是 那個被沒收質詢這個部分 我後來看到 在昨天 禮拜五的時候 因為你就有PO出來說 馬文君念了 洪夢凱三次 我還看到你PO出來那個影片 有嗎 有有有 念了三次以後 然後過了他11點多念了 因為他不在 然後後來呢 12點多又說 你剛在那裡 所以到底是 你就說是雙標嗎 當然是雙標 如果按照現在國民黨所講的 就是你是下一個要質詢的人 你就要坐在底下 底下等 那如果你的名字被念過 那就念過了 就Pass了 對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同樣發生在 國民黨的洪夢凱委員身上的 主席是換成馬文君 就可以 然後那個畫面是這樣 他先念 念完了之後 洪夢凱回來 就跟他抗議 就是他應該就念完之後 他不在 但他發現他被跳過了 他就在私底下找他 那他就同意了 他同意了之後 他就講一個理由 說剛剛其實他也有來 只是說 就是我們在處理 這個臨時提案 他來的比較早 所以說呢 現在他又回來了 所以我就給他 四分鐘 有沒有 對 那我只覺得就是說 立法院應該有 同樣一套的標準 如果跳過就不行 如他們之前講我們的 說我們是因為遲到載 然後什麼不可以休息 主席也不可以決定 反正念過就算了 那我就想問 現在到底是馬文君 比較資深會當主席 還是因為韓國瑜呢 他現在來了 是院長我說了就算 我只想問 那所以你國民黨有特權嗎 還是說就是 你就想要二搞民進黨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個是非的 你可以說 韓國瑜你就承認 你是新手上路 不太懂得怎麼樣主持 然後有瑕疵 那不是反過來變成是 你知道他現在態度是說 你們就是遲到 我這樣念是對的 他還說巨陰 他對 他就說這個所謂 綠營巨陰 我不是 我現在是藍色恐懼 我嚇死了 我跟你說 我昨天呢 因為我交通組 我又是倒數第二個 對 這就一共有七個 就是被盧志強講出來 你們七個 七個有沒有你在裡面 他好像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就七個人 就是說有你還有當時有一些人 當時也是沒有質詢到的 比如說郭國文 賴慧元還有你 你們為什麼就不質詢了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15號那一天 我就是倒數第二個 然後我就是那個 通知我4點20 結果2點37分 就把我名字念過 所以你被嚇 我連奔跑 那你看 然後這是昨天的 我又是倒數第二個 為什麼他們看台是誰排的 基本上我們當然是用簽到的方式 也都是先簽先贏 那當然我就簽了比較後面 但是我真的有嚇到 雅晴姐你看 前面又是好幾個 國民黨的什麼 許巧心啦 葉元之啦 然後你看接下來 又還有什麼羅明財啦 我看到這個名單 我助理就問我說 委員你 我說 質詢被沒收 就什麼都沒有 就像沒質詢一樣 像洪孟凱就運氣好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他是國民黨 還是要跟馬文君交情比較好 還是馬文君比較會主持 就給他補質詢了 但是我如果換成書面 書面質詢也是一種質詢 只是我們用書面的方式 然後讓他書面回覆我 好歹 我紀錄上我有個書面質詢 那如果今天 那你真的是被嚇到了嗎 那你應該要是我 我就是還是去啊 我就 我就在那邊等啊 呵呵 不行嗎 你怕他到時候又給你搞一拖 我怎麼知道啊 那你這樣不是浪費了這個機會 我也沒有浪費 至少我把我的質詢 我寫成書面 我完成了 對 其實這裡面 我覺得我這裡是一種抗議 也是一種抗議 這是一種我的抗議 我的表態 就是我其實是真的可以改成 就是口頭詢問 但是這做程當中 我覺得充滿了太多 我不能理解的操作 你怕又被弄一次 對 欸這個事情啊 有人就說是陰謀論啊 就是說可能就是說 等好久了 終有一天等到你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這個狀況 趕快就給你們弄一弄 弄一下就會把你們的形象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就事論事 可是在這裡他們就說 譬如說洪生翰 就說你說謊 我自己看了這新聞 我不知道你說謊在哪裡啊 我沒有看出什麼說謊 你就說你兩段被通知嘛 一次是大概是 十二點五十分 那是不是 反正就兩次被通知嘛 我簡單來說 是上禮拜五 我被通知兩次 那一次是十二點前 那他就是通知我說 我預計三點要總質詢 那他請我大概 兩點三十五分的時候進場 對 那第二次呢他通知 他也沒有跟我說 前面的委員的狀態的變化是如何 那我其實就是按照議事處 跟我通知的 我就在那個時間 差不多那時間進場 他不是說要兩點三 要請我兩點三十五進場嗎 結果兩點三十四的時候 韓院長就把我的名字給念過去了 所以那結果 反而是他提前把我的名字念過去 卻要把他們 卻把故事講成是我遲到 其實我覺得這很荒謬 但我其實想講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觀點 是 立委的總質詢權是憲法保障的 其實我覺得這 剛剛雅清潔剛剛講的這個例子 這還是在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的質詢 總質詢是憲法保障的權利 照理來說 院長應該用各種方法來保障 立法委員總質詢的權利 而不是你提前就先把他給這個跳過去 然後後面甚至還要再貼標籤 或者扭曲說是你遲到 第一個我們當然沒有遲到 不管是儲英委員 或我們都沒有遲到 可是現在卻被對方用這種 輿論操作把它操作成遲到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第二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總質詢是憲法保障的權利 這個我們的這個國會裡面的各種的規定 這其實當然不是沒有到憲法的高度 所以照理來說應該是憲法保障的權利是優先的 照理來說一個立法院長 他該優先做的事情應該是這件事情 那現在在協調破局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現在的底線是什麼 你們會堅持要求把你們的質詢要回來嗎 那破局上次協調破局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說他們要求你們道歉 還是你們要求韓國瑜道歉 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我覺得現在 當然像褚英文跟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把協商這件事情 交給我們的黨團的總召 柯總召來去跟韓院長跟其他黨團來協商 但我們確實覺得現在 包括國民黨 其實但他 也許他採取了一種戰鬥欄的這種姿態 然後反而我們聽說從協商裡面反而 韓院長是有意 或者是比較傾向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方案來去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反而現在聽起來反而是國民黨的戰鬥欄門 覺得說不行不行不行 啊什麼 你如果還給他們總質詢權就怎樣怎樣怎樣 我真的很想問 如果當時發生的狀況是發生在國民黨的委員身上的話 他們會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我只能說我們只是希望 就是論事包括可以把種子群的權利來還給這個被跳過的委員 尤其是這些委員都不是真的因為他遲到 而是因為在這個議事操作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院長可能他在主持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經驗可能比較不足 或各種的原因所造成的原因 今天我們不一定要非得要怪誰不可 但是一個憲法保障的權利 我覺得一個五院的院長應該是要來優先的來保障 評論 我只想講就是我今天我們兩個人的想法都一樣 這個權利跟這個事件不是只有會發生在民進黨委員的身上 國民黨委員也出現了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洪孟凱的例子 對 那為什麼他要爭取 因為他要爭取他質詢的權利 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質詢行政部門 所以它可能會發生在現場 也可能會發生在民眾黨委員的身上 那我們要的是一個其一的標準 如果有一個其一的標準 大家把話說清楚 可以還給我們 那就還給我們 因為未來可能也發生 如果現在變成是意氣之爭 還要逼我們去道歉 我覺得好奇怪喔 我連做立委要質詢 我都要先跟韓國瑜道歉 所以就像我那天講的我真的是肺腑之言 難道我還要跟他磕頭嗎 然後講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請給我質詢嗎 太離譜了 所以你就 我們講到了禮拜五那個 可能就有點抗議的味道了 是的 我們今晚剛回來看 那為什麼一定要叫小英去太平島呢 現在相關的委員名單出來了 除了國民黨之外 也有民進黨 他可能也想說要參與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你最好不要坐飛機去喔 你坐船去比較好 要六天 來回六天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我就說這個太平島這個部分喔 因為國民黨真的是馬文軍嘛 馬文軍硬要小英去 然後大家就說 現在你知道 這個布林肯都跟小馬克思見面了 現在狀況是劍拔弩張啊 你不要變成trouble maker 他說好你不去我去 然後在這裡呢 就講到了5月16號要去 那有一些人出來了 這裡有些名單 當然呢這個韓國瑜說我不要去啦 不要認為說對抗小英 然後這些呢是江啟成帶對之外 國民黨的在這個 國防外交委員會之外 其他非國防外交的也有人去 我赫然看到在我們現場的就是 陳昭芝也有去喔 陳昭芝你是講怎樣 不是很危險嗎 大家會覺得製造混亂嗎 你為什麼要去 我覺得很單純 第一他就本來就是我們領土啊 我們的這個治權啊 第二個就是說 那邊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駐軍 對 然後也有我們的海巡人員在那個地方 嗯嗯嗯 那我覺得 要有機會去了解一下 包括那邊的軍事的安全啊 或是說 以立委身分去 你說是慰勞我們在 住在太平島的這個 那個國軍啊或者 我覺得也很深 因為 因為我 本來我們那一組 國防外交組的義軍委 他是位藥師 然後因為他本來也要參加 未還主 那我也在想過 欸一年後我們可能 有機會也讓他回到他的 他的專 他的專業的部分 所以你想要去國防外交 那我也我也 我不是我一定要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機會 我也一起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單純啊 你知道現在 拔弩張的狀況嗎 你知道嗎 我是說像這裡 太平島這邊 然後這邊我們知道 因為菲律賓跟中國之間 因為馬德雷三號的那個破船 這個有比陳總統的時代更緊張嗎 蛤 陳總統時代還好咧 對 陳總統時代那個時候 沒有南海的問題 是 所以我現在 你知道你們有講嗎 總統跟陳總統 但是我要講了 陳前總統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狀況是不一樣 范老師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而且而且的確喔 這個招之景在這裡 我直接這樣講 因為如果你坐船 你坐船去三天回來三天 那這麼多人 包括媒體記者要去 如果你們剛報告 剛報告這些人 光是禮拜五截止的 就已經十幾個人了嘛 那可能要坐C13洞 C13洞 你會站到那些阿兵哥 往返的那個所謂的座位啊 那范老師怎麼看這個部分 國際之間的情勢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馬文君硬要叫小英去 小英不成他就要去 他要去算 是不是像馬英九去算 太平島有養幾隻雞幾隻羊 馬英九那時候算過 養多少雞多少羊多少戰鬥犬 我突然覺得這到底在 我不曉得是不是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馬 馬英九 要馬文君來表達 就是說你看我馬英九 我當時敢去太平島 你現在蔡英文你不敢去 因為我覺得馬英九很喜歡 可是大家非常知道 那個時候美國的反彈非常大 對因為那個時候 2016年1月28號馬英九去 那個時候之前美國就公開的說 第一個他們認為馬英九這個決定 他們美國感到失望 對 而且他認為這個行動呢 是極度無益 極度的沒有幫助的 沒有認為說呢 對南海的爭議呢 也是毫無幫助 所以美國是完全反對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 當時美國在背後支持 就是菲律賓提出了南海仲裁案 對 政要仲裁 對 所以那個過程當中是很複雜的 那你這時候去幹什麼呢 那馬英九講的目的是說 我要去證明太平島是島不是礁 因為我常講說 我說馬英九是這個保釣魔人 他這輩子最以你知好就是保釣運動 當時這個1971年 他當時是台大的法律系列學生 他就參與了嘛 所以他去美國念哈佛大學的博士 他寫的也是釣魚台 也是寫的海洋法 所以他對於這種海洋的東西 他覺得我是全世界最懂的 所以他一定要去證明到太平島去 結果他去了之後 我問一下 後來的南海仲裁案 是在2016年7月出來的 後來太平島是島還是礁 是礁 表示馬英九的努力 不但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反而我還認為 是把這個太平島的事情鬧大了 鬧大了之後 大家才關注這個議題嗎 我說實在 如果馬英九不去 搞不好沒有人在乎太平島啊 他就被人倒入事實了 就我覺得他是 可能他好心但是辦壞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只是這樣 現在不只是國際之間情勢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我們知道這次 跑道之前有延長嘛 然後這次是碼頭嘛對不對 那當然呢 中國方面覺得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 中國跟菲律賓 現在就連水炮都出來了 他就覺得說 你到時候美國的海防巡衛隊 他的海巡署 像我們講海巡署的船 都一定會停泡在這個 所謂的太平島這邊 然後停到太平島這邊 所以他就覺得說 你到時候整個協助起來 你美國跟菲律賓聯合起來 對抗中國 這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我要講的是說 現在的狀況有點複雜 因為中國的漁船 對不對 跟我們金門還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還要講的 我們不是有釣客嗎 兩個釣客落海 到禮拜五他還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說是軍人 他就不還 那你就變成是人質啊 這種狀況這麼的複雜 那這樣子 你本身也是國防外交委會的嗎 你不去 你的評論一下 我不去的原因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你要到 所謂的 要用所謂落軍的方式 那我們都知道太平島 就是有固定的航班 叫林志明去落軍比較好 我們去那裡其實說實話是落嗎 只是增加他們的負擔嘛 因為委員要來 長官要來巡視 不都是這樣嗎 對 只是讓他們更辛苦 然後我們一趟去 然後可能站的是 他們本來要回去訪回崗位的人 對 的位子 然後或者是回來的人的位子 那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 至於太平島的主權 那上面不是 國旗都一直插在那裡嗎 到底是 駐軍也在 駐軍也在 然後海巡也在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它就變成是一個題目 說 你不去 總統不去 或是立委不去 就沒有主權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這個題目產生 我比較想問的是說 那過去這些時候 太平島的主權不在台灣身上嗎 始終都在啊 但是為什麼選在是現在 中國跟菲律賓的關係這麼緊張 包括連美國也在擔憂 就是中非之間的衝突 可能一戰即發的時候 我們要去添一腳 我覺得站在國防專業上面很不專業 對啊 就是講馬文軍啊 馬文軍是不是得到了中國的一個sign 你剛講到說 老師說有講到馬英九 他根本不在乎馬英九 他在乎習近平那邊啊 因為在這裡 馬文軍本身就是一個泄密案的人 他又去主持這個會議 然後又打著這個鼓子說 我要去我要去 你們覺得 也有人說 是不是夏立妍去了中國訪問 回來以後 就改變了 因為馬英九那時候 2016年去的時候 中國是高度肯定的 中國當時說 兩岸都是一中 然後我們南海是有主權 然後兩岸同胞應該共同維護主權 對 因為中國他現在 當時的南海就是因為 中國的主謂的九段線 國際間不接受 而他的九段線來自於 1949年中華民國的十一段線 所以馬英九去 反而被中國利用了嘛 對我們是繼承的 國民政府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 是不是也要蔡英文去 來凸顯中國的九段線是存在是事實 這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覺得他要蔡英文去 就等於是吃台灣豆腐 吃美國豆腐 沒有錯 就是你去了以後 我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太平島是台灣的 台灣是中國的 所以太平島是我的 對 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嗎 其實我上禮拜 因為剛去日本 然後我們開了一個 泛太平洋的國會議員的 聯合會的一個大會的會議 說實話在那個會議上面 因為很多都是太平洋國家 其實大家私底下才相互提醒說 現在南海的局勢真的非常的緊張 請各界都一定要冷靜 各界都一定要小心自己 接下來在南海的動作 大家才互相提醒 那我自己感覺 第一個說 我其實覺得國民黨這個動作 其實恐怕國民黨會離國際上 或國際社會的信任 越來越遠 因為其實國際上怎麼看 是一清二楚的 這個都不用我們自己講 大家就知道這事情 現在以南海的緊張的情勢 你現在去那邊坦白說 就是添亂 很簡單兩個字就添亂 那小英政府為什麼在這幾年 國際外交政策這麼受到 大家的支持跟信任 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守護自己的主權 第二件事情我們不挑釁 第三個最關鍵 我們立志要成為區域穩定的力量 所以你到底是要成為區域穩定的力量 還是成為區域的亂源 這其實是一個選擇 那我覺得國民黨這個動作 我自己覺得並不聰明 甚至我覺得國民黨挑錯了戰場 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其實是蠻想去太平島的 我也蠻好奇的 我做一個立委 我想說如果有機會 我也想去一次 可是現在這個時機點 就不是一個適合的時機點 也許我可以在我立委的任期裡面 挑一個相對緩和的情境 緩和的情勢的時候去 我覺得這也OK 我們一樣也可以在那邊 觀照到那個地方 目前駐軍的狀況都很好 可是你在一個不適合的時間點去 這恐怕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就是會大於原本很天真的這些想法 我們廣告就回來 可能你要補充 但我廣告就回來我要看的是 陳崇文有這麼大尾嗎 大家看到了台北市議會的劉慧 大家以為是凱凱這個案子沒辦法談 重點是陳崇文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在進到陳崇文之前 剛我看到進廣告前張姿扎了一下眼 你評論 我的意思是其實 要不要呼籲蔡總統 我覺得要尊重蔡總統 蔡總統沒有義務或說參加這一次 他可以選擇他覺得他適合的時間 這是第一個 這次雖然好像是國民黨發起 但是老實說如果是民進黨發起 我覺得我們也樂於參與 基本上他 就像我講這個是我們 我們從小課本上就把這個地方 當作我們的自己的領土 有我們的國軍 有我們的工作海巡人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身為立委身為民意代表 你去表達關心 當然剛剛處於立委覺得說 會不會是打擾他們干擾他們 但是我覺得 難道在我們本島內的人 都沒有人去關注他們 關注他們 那時間點大家都可以談 我覺得5月16號太接近520了 要吧就趕快去 身體要45分 我身體要45天 我身體要45天 最少45分 太強烈的政治化 其實你們現在 如果跟小英切割開 你們不用卡在520之前 你們可以 你可以再延後一點 你可以提出你們 對 這個當然是有一個機會 大家就去參加 民進黨主辦 但是我們也會參加 好了解 那我們現在來講到這個 這個事情真的是有意思了 這個事情我們要講的是 在禮拜五的時候發生一個事情 引發了一個眾怒 這個眾怒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是誰 這個是黃呂錦儒 黃呂錦儒 他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然後另一方面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 在這裡 這三個台北市議員 躲在旁邊幹嘛 躲在旁邊 因為他們禮拜五的時候 就要開一個臨時會 要討論兩個案子 一個就是虐童的凱凱案 一個就是陳崇文議員 涉嫌收相關的通訊業者的錢的這個案子 結果你看這三個人在那裡 他們是誰 他們是中沛君 陳兵甫 還有缺梅沙 那我今天就講說 中沛君你本身不是懷孕嘛 你是媽媽嘛 那怎麼還卡 卡這個案子讓他留跪 然後陳兵甫也是幫虐童的 但這個事情演變到最後 不是 重點不是虐童 重點就是因為陳崇文的這個部分 陳崇文的這個部分 燒到蔣萬安 燒到郝龍斌 燒到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也當市長 還燒到了誰 燒到了朱立倫 裡面的母公司講到說 跟朱立倫的岳父有關 這個事情就讓他覺得說 有必要變成這樣子一個留會嗎 要不要評論一下 不會覺得憤怒嗎 那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非常奇怪 這個禮拜一還在上演 就是立法院的未還委員會 當時我們不是在質疑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讓王玉銘 對啊我也覺得莫不其妙 一定主席不能換人嗎 然後主席不能換人 其實明明主席 對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最近都一直在上演 就是藍能 綠不能 就是 誰叫人家比你們多嗎 多個兩席幾席也是多 好 所以我們也只能 讓大家看到事實 不然怎麼辦呢 就是你看 內政委員會 高精速媒可以換成牛許婷 開個會 他就說他有事情他離開了 然後同樣是我們 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天還是機密會議 而且你知道 這個馬文君 是聽完機密會議的簡報 跟尋達之後 他就讓徐曉欣代替他 好 我只是要講說 他們禮拜一當時 不願意換主席的時候 還拿著麥克風一直講說 我們要真相 我們要為了 虐兒是要來開這個會 然後 喊得讚天尬想的 然後討論了一個少母就是 為了要幫什麼 幫忙找出真相 但是為什麼今天 竟然就留會了 而且留會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那個照片的狀況是 台北市議會幾個像中沛君這種 原本是非常關心的 是的 陳兵府也開過記者會 對 為什麼突然說回去 我覺得就是高層施壓 講的就這麼簡單 高層施壓不是為了虐童吧 你表面上看起來為了講寶寶 講萬安寶寶 保護他 也不是那麼單純喔 是不是高層就講說 你們不要開這個會 因為這個開會 這個小孩是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講的陳崇文 這個部分嘛 陳崇文扯到的相關的部分 是什麼 你看這裡有個資料 這裡面當然就講到台志光 台志光的大股東或是母公司 就是台通光 台通光裡面當時的大股東 就是高宇仁家族的 玉華投資開發公司 這裡面包括了高宇仁 包括了高宇仁太太 包括了高宇仁的兒子 都在裡面 可是朱立倫有講喔 那個是民進黨亂弄的啦 十幾年前就有資料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不是講現在啊 當時你們在簽約的時候 就是台東光跟這個 台北市政府 我好龍斌簽了一個25年的約的時候 他就講說你什麼都要找台志光啊 那就是這樣子啊 那台志光怎麼又錢給陳崇文呢 這事情就這樣子啊 范老師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真的認為 這個蔣萬安未來要繼續連任 現在未來可能選總統 成為我們中華民國第三個蔣總統的話 就不應該這麼保護蔣萬安嘛 是保護他還害他啊 你這樣子反而害他 是吧 所以我覺得黃金立倫如仁 你是幹嘛你這樣做 蔣萬安現在看起來是 不敢去面對這個凱開案嘛 對 然後更不要講這個台志光的事情 那凱開他發生這個不幸的被虐待致死案 全部就是在台北市 對 那包含這位劉姓保姆 他也住在台北市 然後他後來送到是萬方醫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全國矚目的議題耶 你說台志光這個事情 陳文文算是施政 凱開這個事情是大家都關心 而且大家都就由於這個不幸的事情 覺得非常難過 想要知道真相 這個時候你蔣萬安就應該要站在第一線 去面對這個現實 我常講你不面對現實 未來是現實面對你 這件事情會跟著你的連任市長綁在一起 你未來要選總統 這些事情也會被大家出來討論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時間之內 你就應該把所有的相關的局處首長 全部站在第一線 接受這個民進黨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市議員的這個質詢 問到好問到保 你怎麼會這樣子透過這個 黃麗菊如黨團去運作 黃麗菊如才不是為了虐兒 他是為了擋住這個陳從文的案子 他不想讓他們討論這個台志光的案子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講 如果未來自在大衛 我應該說我主動要求接受質詢 反手為攻 而不是這樣子被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 而且所有的市議 國民黨的市議員都在現場 我覺得蠻丟臉的 而且我看到那個畫面 真的覺得 我覺得這根本是叫做集體 叫做什麼 集體的這個器械逃亡 你市議員的你的武器是什麼 就質詢 難不成是因為 黃麗菊如是台北市黨部主委 難不成是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跟他說 你不要開成這個會 你開成這個會 你開成這個會不得了 到時候講下去 是不是陳從文會講很多 康文哲一上任就知道有問題了 那我就在這兩年 我先趕快去找 有沒有彌補有辦法 別的替代 對替代嘛 等到兩年過了 康川期過了 我就可以銜接 無縫接軌嘛 這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拖了八年 而且後來康文哲市黨 還給他16筆標案 真的嗎 對啊 陳從文本來是200萬交保 後來大家輿論炸鍋以後 把他給疊回來 然後到後來就說 你根本講不清楚這2500萬 所以到後來呢 他就被收押境界 我知道民進黨也開了記者會 這個裡面不只講到的是 朱立倫相關家族的部分 也連柯文哲也被講進去 就柯文哲你看 市長是郝龍斌 然後再來柯文哲 然後再來蔣萬安 我大家都拿他沒辦法 其實我覺得看到那個畫面 我其實第一個 我看到的是鍾沛君 鍾沛君 鍾沛君 在之前這個凱凱案的時候 我覺得她 是很有道德勇氣的 她出來做對蔣市府的 這個爭辯跟批評 其實大家看了都覺得 欸 這個是 我覺得是很有正義感的 可是沒有想到 在這樣子一個臨時會的現場 居然大家在旁邊 只能在旁邊滑水 我覺得這代表了幾件事情 其實如果 你現在甚至是 要閹割其他黨派的委員的 質詢跟監督的權利 你要嘛你不想監督 其實你還是讓他成會 可是你讓別的黨的議員 來就好 他就是議員會的方式啊 對 你就讓別的黨的議員來就好 或者是你如果覺得 這個蔣市府是對的 那你幫他護航 你幫他說話 這都負責任 可是你用這個方式 你是在 阉割所有的議員 監督市府的權利喔 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很丟臉的是 你們要不就不要來啊 你為什麼要躲在旁邊 對 要做了壞事 對 你看這個畫面 我都可以想像接下來 大家假設議員選舉的時候 這個畫面就會流芳百世喔 會有很多人把這個畫面就掛在 可能變成看板上面 就說你是逃兵嘛 代表關鍵的議題的時候 你不只是逃兵 你不只不監督 你還要閹割其他政黨 監督的權利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因為靖周刊寫出這個事情以後 說裡面 除了這個陳崇文 跟他的那些 所謂的其他的議員之外 他有講出來說 也有一個就是王欣怡的辦公室主任 把警察的官員叫進去罵 就說你們到時候警察怎麼樣 就是去盯著整個的預算 那我回到這裡就看說 這到底是多大的一個共犯結構啊 這個在台北市政府 到底爛到什麼地步 為什麼我這樣講 焦知景在這裡 你看柯文哲 他的說法 我是挑戰的 因為柯文哲說 啊 我因為合約我沒辦法怎樣啦 那我就問 我為什麼編了4.6億 到了蔣萬安變成5.5億 那我就問 不就跟當時誰殺了seasers一樣嗎 每個人去刺一刀 你也編了錢啊 那個25年合約是一個事實 那當時他有去找這個法務局去討論 不能解約嗎 就是不能解約 真的嗎 你解約的話會有兩年的空窗期 就是整個台北市 他是就是沒有所謂的光電網路 可以找別家啊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是說 他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要嚴審預算 所以他用預算 因為解約會有空窗期 所以這個嚴審預算 但不是去增加預算 這事實上我們在黨內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市長不應該增加這個預算 因為他原來是 其實比例很高啊 4.6億變成5.5億 對 因為既然會擔心會有一個空窗期 兩年也蠻長的時間 所以最重要的這個重點 柯文哲出我忍了他八年嘛 可是你一上任就知道有問題嗎 可是他沒有把他送給那個所謂的 相關的連鎮機構啊或者什麼 他其實可以移送 他可以說我覺得你有問題 我沒辦法跟你解約 我把你送過去 他也沒有做這個動作 再用怎麼用 預算再怎麼用 我覺得這真的重點 他在我們黨上面的說明 那范老師覺得這個陳琼文 是大偉到這個地步 我只知道他跟他太太是股票王 股票王是一件事情 那他有沒有小本子 你知道我說的小本子的意思嗎 誰拿了他的錢或什麼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變得非常奇怪 你知道嗎 對 而且就是說 第一個 我覺得柯文哲講法散不住腳 剛剛講說兩年空窗期 OK 我柯文哲一上任就知道有問題了 那我就在這兩年 我先趕快去找有沒有 彌補有辦法 別的替代 對替代嘛 等到兩年過了 空窗期過了 我就可以銜接無縫接軌嗎 這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拖了八年 而且後來柯文哲市長 還給他16筆不要按耶 真的嗎 對啊 還給這家公司16筆 那表示你根本就說一套做一套 我覺得柯文哲不是單純的被害者 以他的個性 如果真的有什麼弊案 或者是他看不下 容不盡他眼裡的 他根本就是痛打用的 對 所以我只能說他不是被害者 他絕對不會是單純的被害者 這過程中他身為一市的市長 台北市的市長 他不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該做是要做 那你要花多少錢就是要很清楚 他對於財政紀律 我覺得真的是很嚴格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柯文哲他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說他一開始 如果大家印象很深刻 陳琼文的案子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鬧到這麼大 大家以為說這就是一個議員嘛 什麼的 然後柯文哲他當時就已經跳出來了 他就說這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藍綠幹嘛幹嘛 我忍了他八年 我怎樣就罵了一堆 可是到後來又被發現說 不對 陳琼文跟柯文哲某種程度是muchy的 因為陳琼文跟人家講說 我跟你講你要找柯文哲 我可以啦 甚至一路傳出陳琼文 是柯文哲媽媽的乾兒子 然後人家去問柯媽媽 柯媽媽說我不認識他 這個事情怎麼會這樣 而且他們的確有一些合照 有一些場合 就特別找柯文哲過來 所以他們其實是 不是完全不認識的 過去在國民黨的 柯友友名單裡面 其實陳琼文也曾經在這裡面 包括徐巧鑫啊 王滬衛啊 他們所謂的柯友友 對 其實國民黨在 就是柯文哲主政的時候 是有一群所謂 藍色的柯友友們 那麼陳琼文確實也在裡面 那當然是不是過從生命或什麼 這個我們不知道 檢調會繼續查 但是我只能說在這個案子裡面 柯文哲他當了一個市長 他一定知道有一些問題 那麼以他的過去這種 所謂忌惡如仇 很喜歡拿藍綠來操作 你看他這次也馬上就先跳出來 但不要忘了 市長是你 如果真的有問題 你早就已經講了 那你還是說你就認為 就是可以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覺得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是 這三任的市長 其實都要來面對 而且我在想說 陳琼文真的有這麼大尾嗎 我好奇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協議當時是好龍兵 好龍兵 因為現在那個協議已經曝光了 那完全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25年 對25年 他憑什麼簽25年 他只能夠當八年的市長 憑什麼簽25年 而且市政府還提供 他非常多的一些便利措施 甚至連 甚至台北副辦 還提供他融資 另外就是說 他還提供他水電的服務 還要幫他做宣傳 就很奇怪 大家覺得為什麼會對這個公司 這麼的好 那剛剛也要說到在好龍兵簽署的時候 這家公司跟朱立倫他們家族 又有密切關聯性 那大家覺得 而且現在牽涉的人 都是國民黨的市議員 對 不然大家看到了 就是除了陳琼文之外 他們有個所謂的四小福 就另外三個人跟他很好 副議長葉林傳 還有叫做李富中武跟李芳如 這兩位是原住民的市議員 另外這兩天又 今天又傳出來 就是說 最近又說 黃新怡辦公室的主任 又被曝光說 要把警察局局長 叫到辦公室來 痛罵一頓 所以看起來 他不是單一個個人 還是一個團體 在操作這個事情 而且我覺得 現在把他壓起來以後 馬上就會更多的會出來 因為當時放出去 等於他又去恐嚇證人 一定的 對 我們進網告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來折姿 那個女童案 因為它爆發的時候 我大概是第一個動員的 因為第二天早上 我就把社交署叫過來 整個過程有兩個社會局 包括新北跟台北的社會局 但是很重要 台北社會局 去跟保護師問了一個說 他適不適合做 所謂的重大兒女事件 防治小組的執行計畫 但保護師居然跟他說 他不適用 因為這個保母 不屬於實際照顧之類 所以我為什麼在質詢 我一連 那天我堅持要質詢 因為從衛服 然後保護師做這個動作以後 他退回給社會局 社會局竟然 他在同一棟大樓 保護師就直接交給社加署 他認為是屬於出養的部分來管理 結果不是他退回去給他 然後社會局重新來過兩天後 又到所謂的社加署 社加署又說這件事跨部門的問題 一個署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在演藝要不要討論 結果這整個就是延後 所以我整個衛服部 那兒福 其實那天我雖然就是讓這個主張 這樣的會議去跑 但我兒福一句話都沒有少批評 因為我對於整個兒福的 包括他選擇出養的對象 包括他選擇的保母 你為什麼不用他原來最親 最熟悉的那個 本位局域要分開嘛 對 所以整個狀況就是 兒福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沒錯 所以那天我其實是覺得說 讓我原來主 但是在他面前 我一句話都沒少講 你的姐 來 憲翰 其實我覺得現在國民黨在中央 其實他已經是國會最大黨 在地方當然他縣市首長的席次 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現在慢慢的會來檢視 國民黨現在在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他的這個表現如何 現在大家坦白說 都看到對國民黨當然是滿失望的 尤其是這麼多的毀線亂計 甚至這麼多荒腔走板的 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繼續的看下去 我覺得就像憲翰所說的 我們從陳春文的案子 再看到台北市政府 再到之前我們聊到的 像基隆謝國良 這個所謂東岸廣場 那麼這都是跟標案有關 那麼國民黨現在執政 這麼多的地方縣市首長 但是這麼多當中 卻可以慢慢發現他們的問題所在 我覺得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在看政黨的表現的時候 國民黨雖然現在拿下了 立法院的最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亞晴 歡迎收看亞晴看世界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